這邊再跟大家補充一下本週GNN的幾張實用卡 首先下禮拜也會有全新的地獄集關卡 為了守護自清 那這張卡的話是伯哥 目屬性的妖精 CD7可以發動主動技 一回合內無視燃燒 對沒錯這邊妖精的無視燃燒又多一張了 其實看到無視燃燒這種功能卡 就可以知道一定要把它拿下來了 再來是目屬性及妖精成員攻擊2.2倍 所以其實他也不一定要放在妖精隊裡面 放在木隊裡面也是ok的 那你如果有首批消除所有的木的話 這邊直接自帶一個控場技能 暈眩敵方 然後敵方會無法行動一回合 就以免費卡來說這張卡是不錯的 所以大家記得地獄集開放的時候 去刷一張拿回來放 競技場也會有一個點數兌換 霍格的選項 那你看他名字應該可以發現 他跟某一張10抽卡有一點關係吧 我們先來看他主動技的部分 CD6可以發動 引爆自身掉光 引爆身旁成員掉木 那你開招之後會有一定的機率 可以再發動一次 就像13號機那樣子 剛說他跟誰很像 沒錯就是達格齁 他跟達格有一個隊伍技 霍格的CD會直接減3 那就表示他CD3就可以炸板 而且還是直接掉木根光下來 算是機動性很高的一張獸類卡齁 只是就是要跟達格搭配啦 那再來也會有一個全新的副本 這張副本一羽的話 CD8可以發動 他是光屬性的人族 延長至12秒的轉珠 然後直接加8combo給你 其實看到這種無條件 直接加8combo的 也知道他是很實用的一張卡 而且他也只是雙周而已 所以到時候開放的時候 大家也記得刷一張回來起來放著 那你如果隊長是人龍或獸的時候 觸碰電擊還可以繼續移動 算是一張可爆發可解盾的雙周副本卡啦 一樣就以免費卡來說 算是很保值的一張了 OK那以上三張實用卡介紹給大家 大家要什麼看法都歡迎下方留言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 掰扑